出海裡 又有去黑酒 水酒 米酒 阿酒 和丹油酒在流浪 又有去Mexico 做一些アイスクリーム的行李 你怎麼這麼想想 你還是這麼做 劇情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個噗嚨拱男主角 叫阿仔 他離開家裡15年以後回到家裡 所遇到的一些所謂的一些我們身邊的小故事 他常常就是很熱心 幫妹妹找男朋友 結果就鬧了一些烏龍的事件 這個是蠻溫馨的 大概都是560年代 都560年代台灣的那種社會 那個時候的年代我們的物質條件不太好 但是每個人都很想問 很棒的一個年代 大家充滿了希望 弟弟小姐 不然我們再去那邊欣賞 好啊 還有 叫我弟弟就好 雖然我沒有走過那個年代 但是我其實有問過我媽媽 而且我自己有在網路上 study過一下 對 我知道說560年代 那個人 那個當初的人 那個個性都比較避暑 比較條件 比如說有一個人跟你求愛的時候 你不能很大方的說 我也很愛你耶之類的 可能別人在跟你求愛的時候 你還要 那種就是看了很想巴他的那種感覺 不過這種想要巴他的這種衝動就對了 對 因為那是560年代一個非常可愛 非常單純的一種幸福 而不是像現在的人 他的幸福是可以很勇於表達 對 他的快樂 那所以我覺得在全是560年代 我也很開心的是 能夠傳承以前的東西 包括剛剛您有問到那個導演的部分 我就一直覺得說 台語歌 台語這個語言 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年輕的朋友 到底來團行 對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台語 漸漸在流行 很多 就像很多的年輕人現在都講國語 那台語他其實沒練到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希望說 我們所有的朋友 大家能夠就是 帶著爸爸媽媽然後來 因為我們的字幕呢 都是用國語來做呈現 你如果不辦 沒關係 你聽聽不懂 沒關係 你可以看 你就知道那個意思 然後跟爸爸媽媽一起回憶 爸爸媽媽那個年代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棒 對 一開始當然會覺得說壓力有點大 因為畢竟人家是歌齁 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小演員而已 然後如果跟他對唱的話 其實心理上有一點壓力 對 然後但是後來 拜日後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他還滿平易近人的 對阿 所以排起來就是還滿開心的 然後跟他互動上也都還滿 還滿直接的 也不用擔心說 顧慮太多啦 應該說不用顧慮太多 因為他也是很全力的就是 把他的東西全部都套出來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有困難喔 我想 可能就是背台詞跟背歌詞這件事吧 對 不過我想這一次 最困難的是應該是 就是在肢體上的一個演出啦 對 因為舞台劇跟一般 我們在唱歌的時候的一個肢體的表現 還有在演戲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一次的動作呢 就是感覺要比較誇大 角度要比較明顯 所以在這個部分 必須要下很多的功夫 然後當然就是 還有就是除了背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唱歌可能前面會有大字報啊 什麼的 可是這一次完全沒有 大字報在你們那裡 好看 所以呢 大字報是你們來審核我們 到底台詞有沒有講錯這件事 所以這個都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新鮮的事 然後也是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個我們在台中會有兩場的演出 就是很希望觀眾呢 在這個母親節呢 帶著爸爸媽媽全家一起來 欣賞這麼溫馨 而且都充滿幸福的 很好的一個歌舞劇 有人說我們不會享受人生的事 會等到一個人做過一生 那是我的奇妙的煙粉 阿杰 我們來去七頭吧 七頭 嗯 快快落落 享受我們前堅固的人生 我們來去好好地七頭 什麼 沒問題 我七頭大喊比亞美 所以來去 不容狗